今天賴清德進行了國慶演說 國慶演說以後 有幾句話把我嚇死了 他講得非常失敗 越講越白 他講我們要感謝一代又一代的國人同胞 同舟共濟 風雨同行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機馬落地深耕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主自由在這塊土地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氣到馬英九 我不參加了 馬英九本來就不應該參加了 主要我們要關心的應該是 北京當局跟國際上的反應 那這一次是等於說賴清德總統 擔任總統以來第一次的國慶演說 正式的國慶文告 然後點輸了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根本就跟中華講 我們一人一家台 講馬上的人知道了 你的事跟我的事是兩回事了 再重複一遍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 這是第一次的正式的國慶文告 還有無權代表台灣 當然當然 當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的 兩千三百萬人嘛 這是個事實 他只是敘述這個事實 所以吳總說你的整篇來講 這句話最重要 所以這個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兩岸關係是全世界所關心的 那我們在台灣的議題裡面 他當然鋪陳了非常多啦 但我覺得他這一次講的是有 這一次說法是最完整的一個說法 而且也講的是比較平鋪直序 並沒有挑釁的意味 這還沒挑釁嗎 對 但是我身為一個 就是說過去的民進黨員來看這個事情的話 我認為賴清德總統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怎麼進步 就是說民進黨的目前的黨跟黨章裡面規定 有關這個主權論述的最重要的文件 是台灣前途決議文 那決議文內容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它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台灣的國民要做任何的改變 要由全台灣所有的人民共同來決定 所以說這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它已經在這邊並沒有重新的在論述 現在已經不斷的在今天演講中間 凸顯出中華民國的存在的事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移動 就是從台灣前途決議文 逐漸的移動到中華民國 因為這才叫做國家的名稱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所以你說以前蔡英文還講 那叫中華民國台灣 現在連台灣都沒了 你他還講今天你對這塊土地 你愛講台灣就講台灣 你愛講中華民國就講中華民國 你愛講中華民國台灣 就講中華民國台灣了 蔡英文本身是從這個職業官僚出身 而且原來是國民黨的專業幕僚 到民進黨 對 可是賴清德不一樣 賴清德是一個完全是一個 土生土長的民進黨的黨員 民進黨的台灣主權論述 是經過非常多的 不斷的鬥爭的情況 跟配合國際形勢 跟內外部的局勢所改變 而產生出來一個論述 那今天這個論述已經看到了 往中華民國已經被凸顯出來了 這代表了就是說 已經有一個台獨的今孫 有一個極端台獨的 台獨的所謂的務實台獨工作者 願意用這種方式來 來介紹他自己的國家 這個是一個 往一個和平跟好的方向的發展嘛